在wordpress有一個外掛 一個簡單的外掛就是 All-in-one SEO Pack 其實做SEO的套件很多個 我弄一個最簡單的 其實也不用太複雜 所以在這個外掛 安裝外掛元件裡面 你就去搜尋這個All-in-one SEO Pack 如果是VIP的終身會員的話 我就幫你裝好了 你就不用再自己裝了 我這邊是在示範教學 怎樣安裝這個外掛 就搜尋All-in-one SEO Pack 然後按立刻安裝 確定 然後填入你的 FTP帳號密碼 有些虛擬主機是不用再填這個的 他自己就直接下載了 如果要填寫的話 就填好你的FTP帳號密碼 伺服器就寫Local host就可以了 選FTP按繼續 就會去下載這個元件 然後自動幫你 然後自動幫你解壓縮 自動幫你安裝 然後再按啟用外掛就可以了 好 那啟用外掛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 這邊 這邊 那會在哪邊出現呢 就是在你今天要寫文章的時候 好這邊有一個 左邊控制列有一個SEO O-in-1SEO 這邊 它有一個 General setting 一般設定 我們去看一下 它這邊有一個設定是 使用原始的Title 就是你發布文章的Title 那我們把它啟用 把它啟用就好了 那這個Title呢 等於說你的每一篇文章的標題主旨啊 其實都是關鍵字的重點 然後它會直接套用 把那個關鍵字 把那個文章的主題 當作這篇文章的關鍵字 那你 所以 為什麼我們說文章越多的話 你將來被搜尋到的機率越高 那這個Title 這是很重要的關鍵字 所以每一篇文章 雖然你的內容很好 但是你的Title要想一下那個關鍵字 想要被人家搜尋到的關鍵字 一定要放在那個Title裡面 還有內文裡面都要放喔 如果你Title沒有放的話 那就浪費掉了 因為Title是很容易被搜尋到的關鍵字 然後底下呢 底下這邊有 Home Page Settings 就是 你的 你的這個網站主要的 首頁的Title是什麼 你可以在這邊打上去 然後 Description就是描述嘛 那這個很重要 也把它打上去 就是 本公司主要是在生產什麼什麼產品 提供什麼什麼服務 然後 電話地址也把它打上去 這樣很容易被搜尋到的時候 很容易就秀在那個搜尋結果的第一 搜尋結果的那一頁上面 當然不見得第一頁啦 但是 但是這個描述很容易就秀出來 人家還沒點進去之前 就已經先看到這邊的文字就對了 所以這個很重要 電話地址也打上去這樣 然後這個就是這個 網站的首頁關鍵字 首頁就是 他還沒有點進去內頁 就是你的打網址的時候 主要出現的那一頁 他的這個 title啊 描述啊 還有這邊keyword keyword他有跟你講說 用common separate 就是用半型 鬥號 半型鬥號 隔開 好 比如說我這邊打那個 誒 布怎麼寫 布料 然後半型鬥號 你不要打這個鬥號 不要打這個鬥號 這鬥號就死掉了 反而找不到你 那記得打這種半型的鬥號 好 布料啊 或者是 誒 然後中間不要空格 中間不要空格 紅色 我隨便亂打 亂講 紅色布料 那你可以打好幾個 譬如說你打個 呃 建議打 六個到十個以內就好了 就是這樣子算一個 好 這樣算一個 好 這樣就是兩個關鍵字了 好 建議你打 等於說這個網站 你會提到哪些關鍵字 你就把它打在上面 然後用半型鬥號隔開 好 記得半型鬥號 不要用全型鬥號 全型鬥號就死掉了 反而找不到你 好 這三個把它填完就對了 然後 然後 最底下這邊 底下都不用管 底下都不要管 底下都不要管 因為它設定太多了 底下先不要管 然後你就按這個 update 更新一下 好 那之後呢 我們再去新增文章的時候 然後再來我們看一下文章的部分 譬如說我在全部文章裡面 看這已經有寫好的三篇文章 然後我點其中一篇來看一下 好 為什麼我會從事這個行業 好 按編輯 這時候呢 文章的下方啊 都會跑出這個東西 就是 All-in-one SEO Pack 這個外掛的功能 那這個外掛功能呢 它 會 preview 就是會預覽一個 它的結果出來 就是它會把你的title 就帶成這個樣子 它會自動去抓 你的title就是 就是當成你的那個 這篇文章的title就對了 好 怎麼測試呢 你看一下 我把這篇文章打開啊 上面這邊有一個查看文章 我按Ctrl鍵 然後再按滑鼠左鍵 按查看文章 它跳到前台這篇文章來 然後我要怎麼看呢 我只要按右鍵 然後按這個 檢視網頁原始碼 這是Chrome的瀏覽器 然後你會看到 這邊有個title有沒有 為什麼 從這個行業 然後一個 這個直線的符號 然後後面Tina生活美學 這是網站本身的名稱 然後這個是這一篇文章的主旨 它就會變成這個title 那title很重要就是 每篇文章都會有它自己的title 所以你原章寫得越多的話呢 你的這個網站title就越多 那你被搜尋到的機率就越多 所以這個title很重要 就是你每篇文章都會有一個關鍵字 關鍵字都要把它寫在這個title裡面 那第二個我們要看的就是 剛剛這個後面這邊 我們再繼續看下去 就是Description Description這邊如果你沒有寫的話呢 沒關係 因為預設的話 它會去抓你的內容 它會去抓你的內容 那我們一樣再到剛剛的這個前台 來看一下我們的原始碼 那你可以按Ctrl-F去搜尋一下 Description D-E-S-C-R-I 找到了 這邊有一個meta name 如果我放在後台的seo 那些教學影片你都有看完的話 你會知道我在講什麼 這個就是meta name description這邊 那Description在這邊的content裡面就表示 它幫你抓好的內容就是 為什麼...這段文字 那假設這段文字你想去修改它的話呢 那你就到剛剛的這一邊 自己把它填來 填進來這個Description就可以修改完了 好 然後如果你需要去設定關鍵字的話 因為預設這個keyword是沒有的 它沒有填 它沒有填的話呢 你在這個後台的原始碼這邊 你就會找不到keyword哪一行 那我現在呢 因為我剛剛已經把它填上去 這邊已經有把它填上去 我故意填了個高中聯考 那你在這篇文章的原始碼這邊呢 你按Ctrl-F 一樣在這邊打 K-E-Y-W-R-D OK 跑出來了 就這一行 一樣meta name等於keywords 那content是什麼 高中聯考有沒有 好 我再去編輯一下 好這邊我用逗號隔開 逗號喔 不要用這個逗號會死掉 反而被人家那個搜尋情排除掉 記得用半型逗號 半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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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型逗號 好我再抓第二個關鍵字 譬如說請據設計好了 複製起來 貼過來 好 然後我在這邊更新一下 更新一下 然後我再到前台去 再到前台去 重新整理一下這個網頁 然後我再按右鍵 然後 再按檢視網頁原始碼 好 然後再按一下Ctrl-F 好我再找一下keyword這個字 K-E-Y-W-O-R-D 好 跑出來了 有沒有 高中聯考 然後半型都號 請據設計 就跑出來了 好 你每一篇文章 如果你夠用心的話 你就每一篇文章去 第一個是他自己會去抓這個title 如果你覺得titleOK 那不用再改 你就這邊不用改 那description 如果你想要修改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加上去 那keyword的話 建立你加 建立你把它加上去 但是記得半型都號一定要答對 好 這個就是你去新增文章 或者去新增頁面的時候 底下都會跑出的這些東西 那你都把它加上去 其他人就可以先不要管 你其實也沒那麼多時間 就建議大家就這三個 每一篇文章的title description跟keyword 是最重要的 搜尋引擎的關鍵字 會被搜尋到的 那你就把它加上去 好